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停贷断供这是这几天中国互联网上最热门的几个词之一 最新的统计显示中国烂尾楼的业主 集体停止还贷的行为已经发展到110多个楼盘 而这一行动产生的后果正朝着购房者银行开发商 三方皆输的局面发展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中国购买 期房的业主集体停贷的行为 彭博社在7月12日发文称中国22个城市 至少35个住宅项目的房产购买者 拒绝继续偿还抵押贷贷款 原因是建楼工期拖延和房产价格下跌 或许文章作者没有预料到 中国烂尾楼业主停贷的趋势 在短短一两天时间里 像野火一般在中国多个城市蔓延 截止到北京时间7月12日的深夜 根据开源平台GitHub上的统计 全中国各省市的烂尾楼停贷通知 经过汇总已经超过110个 这意味着全中国至少110多个 楼盘的业主发出了停止还房贷的声明 中国媒体财新报道 近日各地维权业主表态断供 喊话声在网络上此起彼伏 他们要求楼盘复工并按期交付 否则购房人将集体停止偿还贷款 部分人联名向当地住建局 银监局和贷款银行发出告知书 其背景是近一年来 房地产的市场整体下行 新房销售持续不振 不少房企的资金链断裂 项目停工滋升了社会风险 相关楼盘所出状态不同 部分已实质性的烂尾 有些延期尚未交付 亦有楼盘尚未预期 但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有多份告知书显示 业主认为地产项目的按揭贷款 和资金监管存在违规行为 例如银行在楼栋主体 尚未完工时就发放了购房贷款 购房资金未按规定 打入预售监管账户 而进入监管账户的预售资金 也被开发商挪走他用 财新的文章还提到 北京京速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成称 预售资金违规是烂尾楼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 楼栋尚未封顶 银行随即向开发商支付房款 或者预售资金未进入监管账户等情况 可谓是屡见不鲜 中国房产市场业主维权事件并不罕见 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 这次业主将矛头对准了放贷的银行 而不只是开发商 据了解多家设计停贷的楼盘业主都表示 银行在预售过程中违规放贷 恒大龙亭业主就在告知书中指责 发放房贷的银行 在楼盘还没有获得网签和备案情况下 就向自己发放了贷款 属于典型的违规发放贷款 预售资金监管是指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 汇同银行对商品房预售资金实施第三方监管 房产开发企业需将预售资金存入银行专用的监管账户 只能用作本项目建设不得随意支取和使用 早在2010年 中国的住建部就下发了通知 明确要求建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 督促房地产开发商在销售7房之后 保质保料完成交付任务 2021年下半年 随着调控升级和房地产爆雷的房企增加 为了防止开发商在流动性压力之下 超额使用预售款偿还债务或继续提高周转速度 从中央到地方的主管部门 纷纷加强了预售资金的监管力度 但诡调的是 这一行动反而成了压垮开发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一步加快了大部分民营房企流动性危机的爆发 导致更多烂尾楼的出现 就在烂尾楼的业主有意向这些银行追责的同时 商业银行也展开反击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在7月13日的报道称 烂尾楼业主以未货交房为由 不偿还按揭贷款站不住脚 因为业主和银行之间签的是按揭贷款借款合同 与开发商能否顺利交房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财经的记者采访了多家银行相关业务的负责人 他们认为烂尾楼业主以未货交房为由 不还按揭贷款并不能站住脚 这主要是由于业主和银行之间签的是按揭贷款借款合同 这一合同的履行与开发商能否顺利交房 没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在商品住房买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 一种是购房者和开发商之间的买卖关系 另一层则是购房者和银行之间的借款关系 按揭贷负房屋是开发商和购房者的约定 而不是银行和购房者之间的约定 按揭贷款本质上是一种住房抵押贷款 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 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 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 违约之后 银行可能会向购房人进行催收 冻结购房者名下的其他财产 影响个人征信的情况 严重甚至会起诉购房者要求强制执行 通常只有在业主的确无力支付房贷之后 银行才会考虑处置抵押物 不过公开的资料显示 近年来也有一些支持购房者暂停支付贷款 甚至是解除贷款合同的不支持贷款案例 比如在2018月明深7516号明示裁定中 法院就指出银行存在违规将款项支付到 非监管户等过错行为 最终判令在商品房具备交付条件之前 无需向银行再支付贷款 而2019最高法明在245号明示判决书中 最高法院指出 如果因开发商原因无法交付房屋的商品房 预售合同解除 借款合同抵押合同 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亦被解除 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 返还担保人 也就是贷款银行 和买售人 也就是购房者 而买售人不负有返还义务 在这些案例中 一些银行确实存在着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这也是烂尾楼形成的关键原因 通常而言 预售资金监管是由开发贷贷款行主导的 而在此前高速扩张的时代 各大房企都在想方设法加大杠杆 上海的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小春就告诉记者 房企拿到按揭贷款回款之后 主要会有两个用途 一部分用于还房开贷 另一部分钱则用于项目建设 剩余的才是公司盈利 但是为了扩张 有的可能直接把这部分钱拿去买地 或做其他投资 这就导致项目主体建设 资金不够出现烂尾的情况等 而这一波的烂尾楼业主 停止还贷 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楼市的危机 彭博社的文章在报道中 引述了分析师格里芬臣 等在报告中提到的科尔瑞数据称 截至2017年24个中国重点城市 延迟交付的房产达到18万6千套 这相当于2021年新房销售量的9% 报道还引述了花旗报告称 业主集体停贷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在内的国有银行 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抵押贷款风险 报道还说 购房者不惜貌者影响个人征兴的风险 拒绝支付房贷 凸显了房地产的风暴 已经在影响大量的中产阶级 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 支柱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两年经历剧烈变动 以最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为首的 引发的一系列债务危机 以及整体经济下行的不利环境 令市场震荡不断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 中国的购房大军们 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房地产 持续走高的大潮中 吃的亏实在太少 或许更多的人应该知道 曾经的海南房地产泡沫风波 1992年 总人数不超过655.8万的海南岛上 竟然出现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短短三年 房价增长超过4倍 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 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的积压资金 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 就高达300亿元 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 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一度高达60%以上 天涯 海角 烂尾楼 一时间成为了海南的三大景观 海南不得不为清理烂尾楼 和不良贷款而做长期的努力 华尔街电视找到一篇 关于上世纪90年代 海南房地产兴衰的案例研究 作者还是曾经的经济评论家 现在的感情博主任泽平 这篇2021年7月刊登在财新的文章 名为天涯海角烂尾楼 90年代海南房地产兴衰案例研究 文章提到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 随后中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 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因此得到全面释放 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骤然升温 大量资金也被投入到房地产上 高峰时期 这座总人数不超过655.8万的海岛上 竟然出现了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平均每300个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时炒房的各路人马中 又包括中远集团 中粮集团和工业总公司的中央军 也有全国各地知名企业组成的杂牌军 炒房的大部分钱也都来自国有银行 而据海南省处置 积压房地产工作小组办公室资料统计 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 而在1990至1993年间 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 123% 225% 62% 最高年投资额高达93亿元 各年房地产投资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的比例分别是22% 38% 66% 当然这些公司不都是为了盖房子 事实上 大部分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 而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2年 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 冒出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 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也达到50余万人 经过轮番导手 政府几万元每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每亩 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也就达80平方公里 以至于4年前来视察的朱镕基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 称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 要量力而行 在这场空前的豪赌中 政府银行开发商结成了紧密铁三角 泡沫生成期间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 银行资金 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 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 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 精明的开发商纷纷把倒卖地皮或楼花赚到的钱 装进自己的口袋 还把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了银行 由于投机性需求已经占到市场的70%以上 一些房子甚至还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 就已经被卖了好几道手 每一个玩家都想在游戏结束前 赶快把手中的花传给下一个人 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好运气 1993年6月23日 中厂哨声突然吹响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表讲话 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 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1994年海南一地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导致了广西银滩 海南遍地烂尾楼 银行保险不少公司也被烂账拖死 1995年甚至出了规定 全国范围禁止楼堂管所的建设 后面叠加九七东南亚金融危机 再后面就是大下岗 那几年的治安也是一塌糊涂 很多公司都没有挺过那段时间 为了挽救现在的房地产局势 中国现在各地也在相继出台 一人购房全家帮等政策 希望以此来提振房产市场 然而正如前述的分析所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金融机构 和政府监管那头 如果出台的刺激政策 只是为了短期效益 治标不治本 最终整个社会还是要为长期 付出代价买单 到7月13日 还有一条最新的购房政策 中国多个城市发文 支持鼓励商品房团购 其中不少城市对团购房源 给予优惠 甚至还有城市明确 团购商品房与开发企业协调 达成的优惠价格 不计入商品房 备案价格跌幅比例范围 根据中国的澎湃新闻报道 经不完全统计 6月份以来 至少包括山西太原 广东中山 辽宁沈阳 浙江同炉 安徽同林 云南普尔 四川八中 湖北黄岗 吉林长春等地 发布了购房团购 相关的政策或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 交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交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